Hello大家好,我是小崔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电磁炉的维修 这个电磁炉呢,用户说是不通电的 我们现在插上电之后呢,是确实不通电 这种故障呢,有可能是保险扎的 我们拆开来看一下 这个电磁炉拆开的里面非常的干净 这样修起来就非常舒服 我们继续往下拆 把这个线盘拆出来,把主板拿出来 这个我们拆下来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保险能不测是没有损坏 我们还是来测量一下 也确实是没有损坏 那么现在我们要测一下这个22欧的电阻 也是没有损坏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我们直接上电吧,上电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来插上电了 我们测一下这边的这个5V和12V有没有 这里一个5V 这个5V是没有的 输入也没有 那么说来说去还是这个开关电源没工作 那么我们把这个板拆出来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板子拆出来了 好了,我们来上电测一下这个300V到这个电容这里没有 开机 好,我们发现这个300V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测一下这个变压器上面的这个电压 过去没有 好,也过去了 但是这边确实是没有输出 这个刺激 那么我们再测一下这个刺激有没有短路 我们打到二级关键 好,经过测量的这个后面也是没有短路 那么现在就两个情况 要么就这个芯片坏了 要么这个变压器坏了 这个变压器呢,我们初步的测量一下 我们用风明档测一下 它这个一共只有三个扰主 我们首先测一下这个初级扰主 这个是没有开路 我们测一下刺激的三个扰主 这都是没开路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带换一块芯片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这打了胶 好,这个芯片看了一下 就是我们通常用的这个12A的芯片 我们给它换一个看一下 好,我们这个新的芯片做上去了 我们再来测一下这个电压 我们上电 先测一下这个18V 好,现在有电压了18V 我们然后再测一下这个5V 好,也正常了 那么我们再装上来看一下能不能充电 好,电池炉已经全部装好了 我们开机试一下 它已经通电了 好,直接一块烧开了 那么这个电池炉不通电 就是开关电源的一个芯片损坏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